1981南京新街口公共厕所抛尸大案 今天说的是一件当年震惊了全南京的大案 案件发生时间是1981年 1981年6月13号 这天早上5点50分 南京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一名民警 像往常一样 提前十分钟来到南京新街口广场执勤 他刚站在那 结果就有一个女人大呼叫叫的 直冲到他面前 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抓着他就往广场东南角的一个公共厕所去拽 这民警给吓坏了 去厕所干什么 你倒是说清楚啊 出什么事了 那女人慌里慌张的 一手抓着他 一手说 我是皇位所的 刚才在那个厕所的画愤池里 捞出来两只麻袋 很重 那个女人一边拽着他往前跑 一边窃窃窃窃的说 这里面不知道装的是什么东西 臭的要命 你是警察 你快去看看 这时候啊 天已经放亮了 路上不找行人 这警察当时就说了一句 嗨 我是交警啊 管交通的警察 那女人直接来了一句 管她呢 是警察就行 抓着他 跑到了厕所旁边的画愤池 松开他的手 指着上面两只鼓鼓囔囔的麻包说 你打开看看 看里面撞的是什么 我们天天清洗厕所 闻惯了屎尿的气味 但是这麻包里的味道 不像是 倒像是死人的尸臭 尸臭 这交警一下子愣住了 他站在这麻包面前 果真闻到了一股强烈的恶臭 那股臭味啊 当时 寻得他差点把早饭圈给吐出来 十几分钟之后 刑警队的人员就已经赶到了现场 这个现场啊 是位于新街口广场东南角公共厕所花粉池 东边是厕所 南边是新街口的一个 文体用品商店 西侧是中山南路是新街口广场横道线 北侧是广场人行道 这说的时间比较早了 是1981年 现在啊 当然了 现在这个厕所早就已经不见了 但是当年 那个地方还有 话说当时啊 这两只麻包 就躺在画粪池的坑口边上 臭气熏天 赶来的刑警啊 就捏着鼻子 打开了其中的一只麻包 一看 里面果然是一个男性的尸体 但是是这个男性的躯干部分 有头 有躯干 但是四肢没有 不过已经高度腐败了 听说画粪池捞出了尸体 当地喜欢看热闹的市民 纷纷是驻足为官 新街口广场啊 是南京市的交通枢纽 现在是 过去也是 当时啊 又正是早上上班的高峰期 顿时是人流如潮啊 不到五分钟 现场周围 已经是黑压压一片人头 据说有上万名群众 是蜂涌而来 都来看热闹啊 顿时把整个新街口广场 几个路口都堵得水泄不通 刑警队一看这不行啊 必须得赶紧封锁现场 马上通知交警队啊 火速赶到新街口广场 全力疏散围观群众 尽力恢复交通秩序 这边疏散围观者 那边也没闲着 半个小时以后 这画粪池里的粪水 也被抽干了 刑警队干警啊 就吓到这黑布隆东 足有两米多深的 花粪池里面 顶着刺鼻的臭气 从里面又打捞出第三只麻包 在当时不到20分钟的 搜寻过程里 有三个警察 都为这粪池里的沼气 给熏倒了 8点15分 刑侦技术人员 全面清理员现场之后 就带着三只恶臭熏天的麻包 撤出了新街口广场 此时 新街口广场 发生杀人分尸案的消息 已经随着疏散的人群 传遍了南京的大街小巷 有些人呢 就开始运用自己的丰富想象力 开始构思创作 津津乐道 有鼻子有眼的 就跟人说这起案件的详细情节 虽然他不知道 但是他会编呢 各种不同版本 当时少说都有上百种 南京市当时的一些党政领导 也纷纷把电话打到了市公安局 询问这一案件的真实情况 公安局如实汇报说 在新街口公共厕所画份池内 发现三只麻包 里面有一具被肢解的男性尸体 其他情况还算是说不清楚 再说 刑警队人员把三只麻包 带回了刑警大队 一进去之后 顿时 刑警队的几十扇门窗 门和窗户全都给关了 即便当时天气再热 也没人再敢开窗户透气了 那尸块的恶臭啊 在空气中是四处弥漫 实在是令人窒息 受不了 面对着散发着恶臭的腐败尸体 这别人都能躲得远远的 但是法医不能回避 非但不能回避 还得离他近一点 用手一点一点的去摆弄他 当时啊 市局刑侦大队老中青六名法医 一起披挂上阵 现场提取的这三只麻包啊 被分别编为 一号 二号 三号 一号麻包 麻袋口两脚 用细麻绳捆绑着 里面呢 是用棉胎包裹着的 没有双下肢的 裸体男士 二号麻包里面 是棉胎包裹着的 两只下肢 就是两条大腿 还有三号麻包 三号麻包简直就像一个垃圾袋 里面有棉胎 枕筋 茶筋 还有尿布 香烟盒 卫生箱 断钢锯条 红白条背里 骨片 腐漏脱烂的表皮 甚至死苍蝇 蟑螂 畜宠和蛆 但是其中最惹人注目的 有一件墨绿色的汉背心 上面印着四个字 上海空军 除此之外 还有一件上衣 是由战士服改成干部服 染成蓝色的军上衣 另外还有一些闪烁着亮光的金丝线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干警们开始认真梳理这麻包里的二十多件物证 然后把它们分门别类 归成酒类 随即又安排了十二组人员 分头赶到部队 工厂 商店 还有各研究所 对这里面发现的 军上衣 汉背心 棉胎 背离 等各种物证 从质量 规模 产地 销售 使用范围 制作方法等各个方面开始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 尤其还有一点 这物证里面 金光闪闪的金线来源不明 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这干警就多了一个心眼 决定在金线上面下手 专门进行调查 在随后召开的案情分析会上 专案组负责人就指出 这起杀人分尸案的侦破难度很大 这罪犯为什么要把抛尸地点选择在新街口广场 杀人的原始现场是在哪 死者又是谁 什么时候被害的 又为什么被害 是私仇 奸情 还是屠材害命 是单独作案 还是合伙作案 这些问题 我们都一无所知 专案所就具体侦查工作 开始进行部署 鼓楼 玄武 建业 白夏 这四个区 环保新街口广场 是这些案件的重点侦查区域 广场附近的各个派出所 要认真走访 夜里在广场巡逻的治安联房 同时 包括在附近工厂上班的夜班工人 了解他们在案发当晚 是否看见有人用自行车 或者三轮车 往广场运送 往麻包 还有 对近日那些冲洗地面 油漆家具 粉刷墙壁 大量洗涤衣物 还有室内曾经散发的血腥味 臭味的家庭 还有单身宿舍 要尤其注意 死者 年龄应该是20到25岁之间 身高1米70左右 青年是发型 瘦长脸 根据他的衣着特点 还有后脚跟处受的伤 估计应该是一个农村青年 死者是在晚饭后 6至8小时被害的 死亡时间在5到7天左右 案饭使用的凶器是锤子 用菜刀和钢锯来分尸的 与此同时 又有人报告了一条重要线索 报告线索的是当地一个 石谷排除所的民警 这个民警说 就在案发当天凌晨 他押着两名外地盲流回所里审查 结果在离新街口广场不远的 庆丰玉池门口 发现有人骑着一辆旧自行车 从西向东而来 这车上还横驼着一只麻包 麻包上捆了两只脚 中间没有扎紧 还露出了棉胎 这民警所描述的那只麻包的形状 与抛尸现场提取的一号麻包形状 完全一致 当时问这个民警 有没有看清楚那个人的体貌特征 民警说 当时那个人看见我的时候 神色好像显得比较慌张 骑车骑得很快 从我身边一闪而过 那个人大约是30岁左右 小平头 体格健壮 身高1米75左右 穿着一件白色五岭汉衫 具体时间应该是在凌晨2点半左右 根据这条线索专案组分析 如此看来 罪犯杀人藏尸的第一现场 离新街口广场不会太远 因为这三只麻包 体积大 分量重 凶手不可能老远拖着他们 从荒郊野外 或者是偏僻地方 跑到全市最热闹的新街口广场来扔 那样的话 路线太长 目标太大 风险刻想而至 以为是繁华市区吗 就算是深清半夜 这新街口广场 也总是行人不断 不过 也有人提出质疑 是啊 即便是深清半夜 这新街口广场是繁华市区 夜里也总是行人不断 不断的有人 这案犯 把抛尸地人选在这儿 不太符合这类案件的通常规律啊 周安所继续分析 这凶手抛尸用的是一架旧死行车 而当时看到他的那个民警只见到了一个马包 这说明他起码还至少有两次以上的外出抛尸 这样看来这长途往返的可能性不大 而且根据尸体被害的时间应该在五天以上 那看来凶手杀人后藏匿尸体五天之后才开始分尸 抛尸 那么他完全有时间选择更隐蔽的抛尸地点 除非 除非是他遇到了什么特殊的意外情况 一下子打乱了他的原定计划 这迫不得已才冒着极大风险就近处理尸体 根据上判断 专案组把罪犯的体貌特征引发到各派出所 让他们加大排查力度 与此同时 专案组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离市区四十多公里的龙潭镇 去那里来详细调查麻包中发现的那几根神秘金线的线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